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布的2024年人口贩卖报告 我国时隔7年回升到了第二级 内政部对此表示欢迎 强调这是各立方努力所换来的成果 内长拿多斯里塞夫丁也相信 评级提升对国内商家可说是好消息 因为第二级别意味着我国不涉及强迫劳动 对疑似使用强迫劳动的产品所实施的禁令 也有望得到解除 政府就承诺持续改善国内贩卖人口的情况 放眼未来能够爬上最高的第一级别 政府打击人口贩卖的努力开始奏效 美国最新公布的2024年人口贩卖报告显示 我国从去年的第二级别观察名单 上升到了今年的第二级别 我国政府对此表示欢迎 内政部今天发文告指出 我国上一次名列第二级已经是2017年的事 今天的进步 归功于利益相关者为打击人口贩卖 做出了持续且有意义的努力 包括提升调查数量 定罪并严惩罪犯 举办省觉运动以及起诉公务员 报告阐明 我国也为庇护所提供拨款 加大审批受害者的行动自由许可证 以及提供更多人贩子 对此内政部长赛福丁今天在首都出席退休高级警官协会 常年代表大会后信心喊话 第二级别意味着国内企业不涉及强迫劳动 出口商品不会受到限制 潜在投资者和买家对大马产品的信心也会有所提升 如果 industri perledangan dia menghasilkan beberapa byproduct dalam bentuk SKU stockkeeping unit jadi tak boleh dipasarkan di pasar antarabangsa bermulanya kerana ada elemen force labor atau trafficking in person dalam industri perledangan itu jadi sekarang kita tak ada kebimbangan itu dah ada clarity kita akan terus usaha untuk mencapai kedukan lebih baik iaitu sasaran kita tier 1 kerana banyak faedahnya kita tak perlu bimbang di sudut potensi ke kanan export terhadap barangan daripada players dalam bidang economy kita 报告提及了16项 加强打击贩运人口够当的建议 主要呼吁各机构单位更紧密合作 鉴定更多人口贩卖案例 改善提供程序 以及保护受害者 内政部承诺 会和反贩卖人口 及反走私移民理事会 持续打击人口贩卖活动 同时应对日益俱增的打工骗局 和忽视员工福利事件的最新趋势 内政部也欢迎非政府组织 国际组织 国际外交代表 学者和雇主 为打击人口贩运贡献一份力 协助利益相关者加强立法和执法 保护并预防人口走私活动 值得议题的是 2024年人口贩卖报告 一共评估了188个国家地区的人口贩运情况 四个级别分别是 第一级别 第二级别 第二级别观察名单 以及最糟糕的第三级别黑名单 我国迄今为止最高排名为第二级别 也就是还没达到消除人口贩卖的最低标准 不过正在为达到有关标准 做出重大努力 我国迄今为止最高排名为第二级别